东方有神话传说,而西方有魔法事件,其中精灵占据了重要的角色,他们通常拥有美丽的外表和善良的心灵,而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故事中,精灵不仅长相丑陋,更有善恶之分 亚瑟是一个喜欢研究精灵的博士,他写下了一本记录所有精灵秘密的精灵事件部,之后便神秘失踪了 80年后,他的曾孙女带着自己的三个儿女住进这里,大女儿性感美丽善于基建,一对双胞胎儿子虽然长相一样,但性格却十分迥异,哥哥西蒙乖巧聪明,弟弟贾里德调皮捣蛋 晚上贾里德听见墙壁发出声响,他顺着声音来到了阁楼,在一个行李箱里发现了那本被封存的精灵事件部 书壳上有张纸条写着禁止打开,但好奇心还是驱使他打开了这本书 一瞬间,一股莫名的力量包裹住这栋房子,恍惚间似乎还能听见怪兽的吼叫 贾里德害怕地躲进了箱子里,开始翻看起这本《精灵事件部》 看着看着突然听见大姐的尖叫,一家人全部被惊醒 大姐的头发居然被恶作剧地绑在了床头 一向调皮的贾里德被当成了罪魁祸首 贾里德解释是房子里的精灵干的,因为精灵想让他们离开这里 但一家人并不相信他说的话,为证明自己的清白呢 贾里德用一块饼干和蜂蜜引出了精灵小松 小松告诉贾里德千万不要把精灵事件部拿到房子的保护圈外 不然就会被坏精灵莫格拉斯拿去干坏事 正说着贾里德发现楼下的西蒙走出了房子的保护圈 突然西蒙被什么东西绊倒,拖往森林 小松交给贾里德一块魔法石 从魔法石中间,他看到了抓住西蒙的坏精灵们 原来莫格拉斯已经得知精灵事件部重见天日 只不过他们错把西蒙当成了贾里德 眼看西蒙被抓走,贾里德为了救他赶往奇幻森林 很快他找到了坏精灵的地盘,并顺便救下了一只猪精灵 原来莫格拉斯杀害了猪精灵的家人 他是来找莫格拉斯报仇的 猪精灵朝贾里德吐了一口口水 贾里德拥有了可以看见精灵的能力 可是正当他准备救西蒙的时候 坏精灵们召唤出了莫格拉斯 莫格拉斯搜遍西蒙全身都没发现精灵事件部 西蒙骗他说可以回家帮他取来 莫格拉斯暂时相信了他,让他回去取书 西蒙走后莫格拉斯立马下令 得到输之后就将他们一家全部杀掉 这些都被躲在大树后的贾里德听见了 他赶紧带着西蒙往回跑 但跑慢一步的西蒙还是被抓住咬了一口 贾里德赶紧将他往保护圈内拖 这时毫不知情的大姐回来了 坏精灵立马将他包围住 贾里德赶紧将魔法石扔给他 大姐凭借自己的基建和坏精灵搏斗起来 这下他终于相信了贾里德的话 三人回到了家中躲起来 只要在保护圈内 他们就不会被攻击 但怪物很快包围了他们的房子 而糟糕的是 妈妈还没回家 而且他们不可能一辈子待在保护圈里 为了家人的安全 三姐弟决定将精灵事件簿烧掉 没想到的是这本书根本无法被烧毁 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亚瑟的女儿 也就是他们的伯祖母 但伯祖母在小镇的疗养院 他们要怎么去到外面呢 精灵小松告诉他们 这栋房子有一条通往小镇的密道 腿受伤的西蒙 去门口吸引怪物的注意 大姐和贾里德呢 顺着密道赶往疗养院 但还是被嗅觉灵敏的莫格拉斯发觉 莫格拉斯立马召唤来巨鼠兽 追捕二人 就在巨鼠兽即将抓到他们的时候 一辆汽车开过来 结束了他的性命 很快二人在疗养院见到了伯祖母 伯祖母告诉他们 亚瑟尔在八十年前被空气精灵带走了 只有找到他才能销毁这本书 这时坏精灵赶来了疗养院 并抢走了关于保护圈魔咒的部分 得知只要到了月圆之夜 保护圈就会消失 而今晚呢就是月圆之夜 事情紧急 三姐弟赶紧念金灵语 召唤来亚瑟以前的宠物做旗 大鸟带着三人去到空气精灵的领域 并看见了精灵事件部的主人亚瑟 八十年过去了 亚瑟容貌依旧 正当贾里德掏出书 准备让他毁掉的时候 却发现竟然拿错书了 无奈三人只好返回家中 此时莫格拉斯已经来到屋外等待 夜色降临 保护圈果然消失了 坏精灵冲进屋内抢夺精灵事件部 几人利用他们害怕番茄的弱点 用早已准备好的番茄酱攻击怪物 很快怪物就被团灭了 但是大boss莫格拉斯还没被消灭 他变成贾里德父亲的模样 想骗走他手上的书 关键时刻 贾里德认出他不是爸爸 被揭穿的莫格拉斯露出真面目 变成一条蛇 追着贾里德去到阁楼 贾里德准备翻窗逃走 这时猪精灵赶来接应贾里德 贾里德将书扔向了猪精灵 莫格拉斯立马变身一只鸟去接住书 却被专吃鸟的猪精灵一口吞进了肚子里 到了此刻猪精灵终于大仇得报 最后伯祖母被接回家中 而亚瑟也被空气精灵送了回来 分离80年的父女俩终于团聚 这次他们一起去到了空气精灵的领域 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 而贾里德也从调皮的小孩 变成守护家人的英雄 他的奇幻之旅还在积蓄 这个故事来自奇幻精灵事件部 改编自同名畅销小说 不管是片中特效还是故事结构 都给人焕然一新的感受 是一部不错的儿童奇幻冒险电影 好了 今天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